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听每日快祷 我是祷告中心张碧君牧师 今天要继续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四节 和大家一起来祷告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搭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作者在这里提到 神说表示 并不是出于作者他自己的想法 而是出于神的启示 是神借着作者的口所说出来的话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在这节经文 神说了 神为什么要这么样的保护那个人的原因 只因为他专心爱神 他在每件事上都认定神 专心依靠神 所以神就要搭救他 并且因为他知道神的名 也就是说 他承认神是至高者 他完全相信神是全能者 所以神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不遭受仇敌的侵害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你向爱你 认识你名的人 是何等的慈爱与信实 主啊 求你吸引我的心 使我能专心的爱你 让你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 主啊 我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 能够真的认识你至高者的名 好叫我这一生 能够经历到 你将我安置在高处的安稳 一生享受在 你与我同在 而我与你同行 那种亲密相交 那种极深的安息当中 弟兄姐妹 我邀请你再用这一节的经文 来向神祷告 把你自己和你所挂念的家人 都带到神的宝座前 祝我谢谢你宝贵的宴席 你说我专心的爱你 你就要答救我 主谢谢你 何等的此爱 我这样子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邀请你明天 同一时间 与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支取 神所应许的平安与得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